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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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就把所有事情 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我看那武松有多大能耐 跟我斗 他还差得远呢 大哥 那史文奎史大人 他怎么说 他能怎么说 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 却又装出青莲一样 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 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 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哈哈哈 这 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闭嘴 吴二叔 这老母狗马伯六 完全在说谎 那一天 老母狗在我头上 敲了好几个大包 第二天 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查寺 前去捉奸 大老 走开 走开 大老 大老 捉见捉说 快进去了 大老买了 快 你看你 大老 那西门庆从茶寺里走了出来 站在门口 当众威胁众龄 里面的事 我做得起 就当得起 谁要是活腻了 就大声嚷嚷 我西门庆 别的手段不会 调理个把个人 是祖传的手艺 再后来 这老母狗叫人 一前一后把武大叔 从茶寺里架了出来 大叔满脸都是血 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 也都看见了 运哥 你说的可是实话 那天晚上 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这世上 要是真有阳王殿 俺就化作厉鬼 所以捉拿那队 肩负阴负 如有过 但是 你要告知武二叔 人生苦短 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爷 爷 好 朕有此事 绣人亲眼所见 那真是太好了 按照那武松的个性 这王婆岂能活命 大哥 一切都安排妥当 好 大哥 这武松必训她嫂子 我感觉 这大事不妙 为什么 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 你们想想 有那么多的街坊四灵 亲眼看到武松杀人 他还能做什么 坐牢 让他们牢底坐穿 跟我斗 武多头 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可以 这个是给您的 您这是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 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教 老汉可以为你坐这儿 谢谢 在座的邻居 还有谁手上为我证据啊 九叔有 对 各位 武都头 这世上的事啊 不是不报 时辰未到 我这布袋里 就有你哥 被毒死的证据 什么 给您的 大官人 您这是 一点儿辛苦钱 这是西门庆 在狮子楼第一次 贿赂在下的银两 这是西门庆 派花子虚 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 这就是你哥 被火化后的古诗 这古诗外面的黑啊 是一般烟灰的纯黑 透着亮 可这里面的黑呢 有点发暗发灰啊 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 没有什么区别 可一到了我们武座人眼里 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何者说 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这就是 中毒身亡的 确凿证据 小叔 这是我哥哥的 难怪 我哥哥这么快就进了火化场 掌兄为父 这是你哥应该做的 兄弟 记住 一定要早点回来 你 你 缘有头 战有主 我武松今天 不 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 讨回一个公道 都督 我们有约在先 不能肆意妄为 你不能杀人 胡大爷 您坐 刚才九叔说的 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我全记下来了 那好 老猪狗 还有你 你们两个 还有什么话说 我有 我有 我也有苦衷啊 我是被 被 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 西门庆 又如何能够得逞 五毒头 你不要含血喷人 不要把所有罪名 都压在我头上 老猪狗 你 你给我过来 过来 来 不要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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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给我牵住 破药 我不要 我也有话要说 你还有什么话说 你不是手中有刀 就拿着这把刀 挖嫂嫂的心 嫂嫂很想看一看 这颗心 是黑 是红 还是白 闭嘴 你不守父道 谋杀亲父 你不要以为我五宋庆 不敢拿你开刀 老实说 我真的不想看到这些正言正物 可是现在 我真想 一刀杀了你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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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五毒头 你杀了他吧 她是一个人尽可福的女人 她 把她的心挖出来 祭五大 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 杀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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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你没话讲了吧 你这个 你这个人尽可福的女人 西门青给你毒药 你就药 西门青叫你给亲父喝 你就给 你知道吗 你哥去捉剑 他们打得他气口流血 我当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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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他不要打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可是他 他死得不肯 他说他不要做漏水夫妻 他要做长江夫妻 闭嘴 到了这个地方 你还瞎嚷什么 有用吗 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 叫我请去你家座椅 那西门青 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 你用意何在 你看 你敢说 下毒谋害大浪 不是你出的主意 当日大浪中毒不死 你要是谁 用灭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你闭嘴 你傻不傻 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 如果他心里有你 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针我们了 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 醋打到哪里哪里酸 你这么想的 醒醒吧 闭嘴 你这个老猪狗 拿命来 你 去 丧丧活的 太辛苦 不 扫索终于 终于可以解脱了 不 不 不不不 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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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浪 我对不住你啊大浪 我不想死 你救救我 老狗狗 救救我啊大浪 你 拿命来 快 来 二哥 你怎么把我大哥的牌位 也烧了 终能召开 我这次毒赴世子楼 无论生死 都无法再回头了 为什么 等我杀死西门清 就会亲自到县衙去 投案自首 如果我斗不过西门清的话 便会死在石子楼 所以 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 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 不会没人照顾 让他魂魄不安哪 我给你帮我 我让你帮我 此次创伤 终来 火的灵牌 从来 这次创伤 火的灵牌 我大概有点 其实现在 我承拤了 我的灵牌 又是 来 我就先恭喜大哥 恭喜啊 恭喜 我告诉你们 过了今天这一关 我不但要明媒正取潘金莲 我还要大操大办 满城广洒喜帖 见者有份 我就不信这五二郎 有多大能耐 他在地牢里边 不气到吐血 他就不是个男人 大哥说的对啊 在这阳谷县 想跟西门大官人斗 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 咱们呢 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 孙子的孙子都记着 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 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啊 喝酒喝酒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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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爷 别喝了 别喝了 武松来了 有什么好慌的 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对啊 慌什么呀 我们还担心他不来呢 走开 走开 哎呀 我也想要你 是呀 鑫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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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喝酒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还喝呀 倒酒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两个 去看看 这 没动机 出 出去看看 自信啊 这武松肯定被杀了 你去看吧 去去去去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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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俩去看 你俩去看 是 我破了 好 啊 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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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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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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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毒桃 收手吧 拿命来 三毒桃 收手 三毒桃 收手 四毒桃 收手 九毒桃 收手 四毒桃 收手 五毒桃 干净 打起来 这五骨头是塔虎英雄啊 看来这次西蒙青是凶多吉少啊 这西蒙青这么多年恨处杨虎县 这四骨头快点攻击 居然围马 你怎么会杀人了 这次不是 不是 你怎么会杀人了 他们倒好了 你怎么会杀人了 他把西蒙青给打死了 这打得好 打得好 各位乡亲 大家都不要惊慌 诸位乡亲父老 我武松大宗旭年十月 在景阳岗打鼓 承蒙乡亲父老 对我的照顾与台爱 我今日当街怒杀西蒙青 并非是无端寻觐 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 因为他这个 替着大善人万一的西蒙青 勾结了王婆 勾引了潘青莲 何谋毒害我哥哥 我哥哥就是 沿街叫卖吹饼的武大郎 武大郎啊 我有这西蒙青 就要是太阳 太阳 太阳 各位乡亲父老 今日之事 大家都看到了 我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 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 我希望乡亲父老 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 去做个见证 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 哪怕是往复刑场 我武松都会念着 乡亲父老的好处 我们愿意为你做的 我们愿意 走啊 我们愿意 走啊 我们愿意为你走啊 我们愿意 走啊 快点脑倒 来 来呀 带人犯武松上堂 带人犯武 武松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回大人 这是两颗人头 人头啊 快快快 把它拿下去 是 武都头 你身为一线都头 竟敢胆大妄为 在光天化日之下 杀死两条人命 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大人 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 自然知道法度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我武松 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 任凭大人发落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没错 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那本县问你 你为何要杀人呢 大人 这还用问吗 我武松铤而走险 被迫杀人 其前因后果 想必大人 你心知肚明 胡说 你杀人的原因 本些才会知道 怎么能这么说呢 大人 你只得了一清二楚 混账 武多头 你在宫堂之上 竟敢胡说八道 来人哪 在 把杀人犯武松 押入死牢 是 伯爵 伯爵 你这是干什么呀 吓死了我 你这手忙脚乱的 在忙什么 伯爵 事情都这样了 咱们赶快跑啊 跑 跑什么 伯爵 你真是蠢啊 西门庆被活活打死 少不了有一场官司要打 现在不跑 不跑还等什么呀 我说子虚啊 这西门庆是罪有应得啊 谁叫他挑起人家梁家妇女呢 武松打死了西门庆 杨古县的老百姓 那是亲眼看到 和你花子虚有什么关系啊 把你急成这个样子 伯爵啊 咱俩可是兄弟一场 你怎么就想不明白 这可是一场人命官司 甭管谁是谁非 总得要证人上堂吧 你再想想 西门庆平日里干的那些事 那也要少了咱哥俩了 还有那武松 他现在可是士兵们的都头 跟那些衙衣们 都是亲兄热弟 这到时候一不小心 弄个言差语错 就 就我这小身子骨 那能受得了吗 有有有有 还小身子骨呢 我说子薛 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怎么讲 西门庆这么一死 咱们俩的好日子 可就来了 咱俩的好日子 现在都这种情况了 咱俩还有什么好日子啊 西门庆死了 家里剩下孤儿寡母 那守着偌大的家业 谁来为他们打这场官司 再说了 我们平日里和他也是朋友 怎么说也得把人家后事 给料理了吧 你 那你的意思 不明白 这个史文奎他是怎么样个人呢 那是棺材里身熟 死要钱的主 这一边有钱一边要钱 这中间是不是要有一个千剑搭桥之人呢 我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 咱哥俩替西门大娘子打这场官司 然后在中间这么一弄 就这个意思 伯爵 那 那你说眼下咱们打哪入手 好入啊 你看 咱们这样 去吧 去吧 大嫂 节哀呀 大嫂 这人死不能复生 你就节哀吧 我早就劝过她 可她就是不听 这下可好了 把命根玩没了 你说这让我们孤儿寡母的 可怎么办呢 大嫂 好 常言道 死者为大 你就别再抱怨大哥了 再说 这事不能完全怨大哥 要怪 就怪那死去的王老婆子 要不是他 想从大哥身上贪图钱财 从中作梗的话 哪能惹上那打虎的武松啊 是啊 大嫂 你也别太伤心了 这眼下最重要的就是 大哥的丧事 对 其二 就是打这个官司 武松杀死了咱们的大哥 这杨谷县的老百姓 那是全看到的 只要咱们把这官司咬死 怎么说 也得判那个武松斩立决 子虚 伯爵 你们谁来替我母女 张罗这事啊 大嫂 这个您放心 我跟伯爵 凭理跟大哥 那是知心换命的交情 野家大哥不在了 也该我和伯爵 为你们孤儿寡母 出头露面了 子虚说得对啊 我们兄弟啊 那绝对是 重情重义之人哪 绝干不出 多情寡义之事 那就麻烦两位叔叔了 大嫂 我们都是一家人嘛 对啊 大嫂 一家人就别客气 子虚啊 咱们不能耽搁 这事儿 咱们得马上去办 大嫂 好 节哀吧 大嫂节哀 子虚 怎么样 咱们哥俩发财的机会 这可就来了 伯爵 真有你的 这要搁三国那会儿 也能顶半个诸葛亮 没那么厉害 子虚啊 这事儿既然咱俩做 咱就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这样 咱俩分工 你主内 我主外 记住 咱们哪 把这西门府上上下下 大大小小全包了 此话又怎讲 就是你负责包办 家里的丧事 我呢支应衙门那边的官司 记住了 千万别给西门府省钱 这又不妥吧 子虚 怎么不妥 不就休 我看咱俩还是不分工 这官司是咱俩上 这丧事咱俩一块办 到时候二一天做五 你看怎么样 子虚 你这算盘打得 还真够精的 怎么着 你还怕我在外面 捡了大便宜不成 伯爵 你这话怎么讲啊 我的意思是说 咱俩联合办事 不就效率更高吗 是吧 再说了 这赚的是辛苦钱 不是吗 好 就按你说的办 二一天做五 一言为定 一言为定 走 走 解了 把门打开 是 二哥 敢吃饭了 二哥 开饭了 赵凯 你们这是干什么 二哥 我被免去了职务 将职为狱卒了 二哥 我也被免了 你们俩这不是胡闹吗 赶快回去啊 二哥 我们回不去了 虽然我跟赵哥 贬为了狱卒 可我们三个人 又能聚在一起了 我珠子又能照顾二哥了 是啊 二哥 你看看 这是外面兄弟 和你备的菜 来 你看看 二哥 坐 来 坐下 二哥 俗话说得好 今朝有酒 今朝碎 咱们兄弟三个人啊 大碗喝酒 大口吃肉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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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兄弟 辛苦了 应该的 来 来 二位爷 快请 好好好 走 花爷 莹爷 这二位爷来了 花爷 莹爷 二位爷 你们终于来了 莹爷 我们俩可等二位爷半天了 这二位爷 是不是架子也太大了点了 你看 我们都等了这么长时间了 来 二位爷 请坐 坐 好 请儿 倒酒 够丰盛的 八大碗 看来 这是有事而来 也没什么事 咱们边吃边聊 行 那周末我 就不客气了 瞧这朱爷说的呀 这都坐到酒桌上了 还有什么客气的 就是 来 我们敬二位一杯 来 来 二位 干 好酒 赵哥 多喝点 好酒 赵爷 朱爷 今儿个请二位来呢 有一点小小的事情 要和二位商量 二位爷 我赵凯有一个死规矩 在酒桌之上 不谈正事 这有什么事啊 咱吃饱了喝足了 再说 就是啊 吃饱喝足再说 好 吃饱喝足再说 来 干 干 干 二位爷 可千万别客气啊 吃 来来来 来来 请 二位爷 干 来 这二位爷 真是海量啊 风卷残云 一扫儿空啊 来 咱干了最后一杯 还干哪 不不不不 一言 不喝了 不喝了啊 咱哥俩 吃饱了 也喝足了 对啊 也该走了 竹子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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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走 行 二位爷 请留步 别急着走啊 坐坐坐 这还有事没商量吗 难不成 二位 还要请哥俩吃第二桌啊 我猪能可吃不下了 哎哟 二位爷 哎哟 二位爷 你们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您忘了 咱还有正事没商量呢 对啊 请二位爷 过来就是商量正事的 哎呀 这一谈正事吧 哥 我猪能头就疼 我有个坏毛病 这喝了酒吧 这嘴就不是我自个儿的了 说什么都不做数了 哎 哎 是是是 我也一个德行 喝了酒了 那说话不就扯淡吗 可不是嘛 你们是不是在玩我们呢 这饭前不谈正事 这酒后也不谈正事 那什么时候能谈呢 再说了 我们这桌韭菜 可不是白请的 哥 我早就知道 这天下没有白吃的酒席 二位 别藏着业上了 拿出来吧 嗯 朱爷 拿出来 拿什么出来啊 拿什么 人情啊 银子 对啊 二位今天这阵仗 这么大的酒席 请咱们哥俩 那这事小不了啊 这事要是小不了 光靠这一顿饭 能解决吗 对啊 那怎么着 二位也得有点 这赵爷真是快饮快饮 是个爽快人 行儿 进来吧 花爷 别儿我爷送上 哎 赵爷 朱爷 这是五十两蒜头金 事情办成之后 还会有五十两 朱爷 你也不问问 我哥俩请你们来 是来干什么的呀 花爷 我朱能能不明白吗 你这金子啊 倒是真金 可惜 可惜这数目不够啊 听朱爷这么一说 嫌少啊 简单哪 这西门府上 多的就是银子 朱爷 您说个数 对 您开个价吧 这个 二百两 两千两 我说朱爷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可不能狮子大开口 漫天要价啊 漫天要价 这个数多吗 这三条人命啊 二位爷 这三条人命 三条人命 我对你 露灯 不阴 我提出 真心 我帮我 十二 海 也些不知 我想去哪 你 一阵阵一练 跟时光太匆匆 堆尽花荣雪 因此更有情郎 配一对好姻缘 谈云云多作弄 是世界无常 看落花石流水中 一场飘渺转远 相见不见 相见不见的药 一种说坏羞的滋味 如梦似幻的荆棘 若出一片片旧事 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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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